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以为电动打蛋器只是懒人一物 它更加是一件能不能做到一件 软绵绵梭梭芙芙妇里班戟的秘密武器 梭芙妇里班戟之所以软绵绵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空气 而电动打蛋器就可以极速将空气打入蛋白里面 打至起泡才慢慢加糖 直到站起就可以了 搅匀之后就可以加入松饼粉和南瓜粉 细细地搅拌 如果想班戟更加松软 松饼粉就最好选含有抛打粉成份 大多数日本出产的就有了 将蛋白分两至三次 加入蛋黄面糊里面 每次都要轻轻搅匀 不要将里面的空气打散 在烧热的热结架上面放一个圆帽 再用焗炉纸在帽里面搅一个圈 倒入pancake糊大概九成满就可以了 盖盖用小火焗五分钟 pancake开始慢慢升高还有气泡 再连帽反转煎多五分钟 用竹签插一插班戟的边位 如果没有面糊黏住就即是全熟了 配上喜欢的装饰就大功告成啦 记得要趁热吃喔